说一个很重要就是诚实 诚实是一个内心的感受 就是我觉得你诚实 你诚实不诚实对我不重要 是我感觉重要 我如果感觉你很诚实 我就交往中就特别放松 人内心特别敏感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 你对面那个人不诚实 你那门自个就关上了 你马上就很多事就不想说 这就叫真诚 真诚对就真诚 真诚无敌 真诚的好处是容忍对方的一切毛病 我有很多朋友就过去朋友就特真诚 就是那么多年 毛病特大 毛病大到什么程度 他到我们家玩 每回都偷东西 每回都偷 偷完以后他回家给我打一电话 说你没看住我吧 今儿我拿了你这好酒 那叫爱好行吗 对 他知道就是你也不能怎么着 对不对 这朋友们就都能容忍 也没有从内心 说拿我一东西什么都没有 就是觉得这能当诚实 如果他拿了不跟你说 那让你知道了 那就问题就大了 对不对 也是另外一回事 对 拿就拿了 我还真觉得就说 人要不说都是平等的 就每个人内心都有很多面 有的时候咱就说 对 比如说你有的朋友 哪怕全世界都说他不好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 你这就是朋友啊 这就好像我能谅解 我能理解 是吧 那你能从他那个角度去想 他干嘛这样 他或许是因为害怕 或许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或许那你做的这个决定 就是不大好嘛 就是你只能跟他说 你就是 你就不能这样嘛 但是他还是你朋友嘛 对 你觉得 为什么你的朋友 能维持这么长时间呢 你们的二十 不老聚 老聚就完了是吗 不老聚 不老聚所以维持着 你算是老聚了 我也没出去跟谁老聚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觉得漂亮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觉得朋友啊 他有一种就是他认可了之后啊 就我有时候是看一些年轻弟弟妹妹 我只是看戏 因为我是观察人物练习 从电影圈就学习这个 我就一直通过他的演戏 他可能演得好不没关系 但我从他的眼神里面 我们觉得 这人可能值得交 生活里面碰一次 我就会很亲近 这就叫辨认过眼神 是朋友 他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看到周迅 不了解的人都觉得 他是一个需要保护的 也确实是 大家对他都有一种需要保护的 可是实际上我了解多了 我就觉得 他心里有这个保护者的一面 或者叫不叫保护者吧 就是 你不然上次我就听黄爵跟我说 还是我看了黄爵写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他说这个 说我就喜欢让周迅啊 这个送我东西 就是上次送了个几万块钱的 是吧 他就说我就喜欢 不是说我买不起啊 我就喜欢有人送我 每个人都一样 然后后来说要买个摩托车 说十几万 自行车 自行车十几万啊 不是自行车十几万 是自行车 五万多的自行车 我就说你为什么要买五万多的自行车 我说那你能不能买一个一万多的 然后别的去捐了 对 然后他说我不要 就是会有一种 我刚刚才讲 为什么会维持那么长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互相给互相一个地方可以自在的待着 那你为什么可以跟一个男的能混成这种关系呢 因为马爷不刚说我有非常爷们的一部分吗 仗义的这一面 就是比较男孩化的 对 他性格很容易跟男人融合 对对对 而且还不落个猜疑是吗 有想法会把想法压制到可以刻住的程度 是说他们俩之间还是在外人中间 男女之间外人之间 就比如我跟他生 我跟他生 对大部分男人对漂亮女孩都有想法 这是生理现象 如果你说我看谁都没想法 就是那我觉得这人生理上有缺险 这个那么有想法归有想法 我们为什么有文明呢 文明是克制自己而已 就是克制到不能达到你所有的人生目的 有想法不是个坏事 就怕没想法 看什么都没有想法 这人就活着挺没劲的 你有过想法吗 不是 我们俩还特别奇怪 真是没有过想法 完了 我能理解 就是我妈就特别喜欢他 我妈每次跟他说话都这样 对可不是吗 对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就过了那个 过那个劲儿了 过了那个劲儿了 一开始那个劲儿就有点像师徒关系 是吧 你开始觉得他是个解大 是不是 表演 表演艺术家 崇拜 对我们就可能那个劲儿就已经 擦肩而过 我听他们俩的这个交情啊 我听着就特别羡慕 而且我特别理解 就是说因为那个我觉得我自己也有 你想当年最早我们跟那个鲁豫和歌辉 陈鲁豫和许歌辉 整天玩在一块 就说实在的在一个房间里都睡过啊 但是什么都没 这就是好朋友啊 不用解释 不用解释 现在什么都得解释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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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来他们都到哪种程度 就是好的 也是 我爸爸妈妈 特别喜欢 有一次还挺伤害鲁豫的 我记得 我妈跟我说 说你们都处了那么长时间了 对吧 你怎么没跟他们好啊 我说我们就没那个感觉 我妈还不依不饶的 说那要是 说什么 那要是割灰不行 鲁玉也行 为什么叫鲁玉 但是我就挺 你看啊 就好像有两种 比如说世俗层面上 男女两个像你们这么好 我觉得有任何猜疑 都太正常了 对吧 可是呢 这个局中人呢 我后来有一个体会 就是这个语言的无力啊 就是你看 咱们给很多种感情 起了个名字 友谊 这叫友谊啊 这叫爱情 是吧 这叫闺蜜 这叫什么 可是我又发现 你真实的跟一个 异性的之间的关系啊 那个丰富性超过这些名字 有的时候你 你比如说 我们就是友谊嘛 你觉得好像 跟马爷这个友谊 也不太像 你说什么叫邪念 我觉得也不能说有邪念 但就是有一种感情上的 依赖 依赖啊 那这个依赖叫什么呢 他也就是朋友 友谊也不足以界定他 爱情更不是那么回事 你们有没有感情 就没法形容实际上 现在唯一可形容的就是一个中性词 友情嘛 既不是爱情 也不是友谊 那红颜之己 蓝颜之己 纯粹是友谊 我觉得可能 大家还是倒推吧 大家都是感兴趣的是 异性的友情 或者是 比如说 阿猫狗跟你的感情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主动 生起这个情感的这个人 是否真的 我们假设一个叫爱字吧 我们很容易把爱情 变成是睡觉那个关系 或者是 我有一天跟我的儿子聊天 我们在聊到 我说他因为16岁17岁了 他说他要出朋友了 我们俩的姑姑也在跟他讲 你可以现在出朋友了 谢谢 我说 那爸我给你汇报一下 可能我喜欢的女孩的样子 我说 儿子我们现在讨论一下 爱本身是什么吧 我跟他谈了一个我的理解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对他有用 我说你一定不能 不观察你的心 你观察到你的心的时候 你真正去爱对方的时候 先不要管对方是谁 你先拥有了 你真实去爱的主动表达 你真正的感觉 你静下心来 你觉得你为了他 你不会去世俗不累 但充满着喜悦跟愉悦的时候 你真正拥有了爱本身 紧接才是这个感受之后的 下面的反馈 对方是谁 他是否回馈 其实有一句话就说 我爱你 与你无关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 我还蛮认可的 那回到我跟小训的关系 我觉得也蛮有趣 其实它是一种爱 爱是什么呢 我就希望你好 比如说 也不用面面俱到去思考 小训你做了什么东西 我都爱你 就是小训反正 甩不掉 你也甩不掉我 楼上楼下住着 父母关系都这么好 从而来 要么是像 那种爱有一点像 兄弟姊妹的爱 或者有一点 有一点是什么 你做啥我都爱你 我也明明知道你做错了 我回来跟你吵 我们俩吵得乱七八糟的 它不影响爱的本身 但是很多人会 还是把爱 会具象的 到一个概念里面 你们俩到底是啥关系 因为有些时候 是个体单一创造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俩到底是 独一无二 不是我们中国人把这个爱 一定是跟性给勾在一起 对对对 他要勾不在一起 他就不说这爱字了 他跟西方人不一样 西方人这个爱比较 博爱 博爱这个词就外来的 咱过去没这事 你只能专一的爱 你凭什么博爱 你逮着谁爱谁 这肯定不行 他刚才说 他跟他儿子讲那番话 你那太深了 那得研究生听 那儿子怎么能听你 跟你讲那么复杂 就是修行人说的话了 对对对 这个太深了 但是从他这深流 我倒想起这个小迅 你说啊 你对这个陈坤也好 包括黄爵也好 就这些朋友的这个爱 和男朋友的爱 有什么不同 咱就不说性啊 就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我就觉得最大的不同 其实是没有要求 哎呀对 我刚刚心里就想到这个 黑 就是没有 没有就是说 他就是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 有要求买自行车 就有要求 这个不算要求 这个不算要求 这个就是 其实它是一种撒娇嘛 对 对对 就是老黄 他有些时候 他就是会有这种 是 对 那我觉得有些时候 对男朋友的爱 就是你会比较要求 就是说 比如说 就是打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比如说 你早上说早安 晚上说晚安 有一天不说 你就急 你是个在乎这个的人吗 我以前是的 啊 少说成晚安 都有点不到位啊 就是比如说 你有一个习惯了啊 就比如说 他刚开始 每天都是早安晚安 早安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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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没了 突然有一天 哎 怎么了 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互相的东西嘛 对吧 他如果从开始 就不是早安晚安 早安晚安 那你也就习惯了 这个 不还有一个小细 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 我觉得我观察是 你注意力 你当你有了爱人的时候 你的注意力 特别集中 对 这是一个极大的压力 对 我们死党在一起 别管我啊 对 你别管我 你也不要要求我 你的集中 我知道我们是一种 在一起的那种氛围里面 但你也不会要求说 可是你必须要这样 或者你那样 做得不好什么 我们俩不会嘛 老黄也不会嘛 对 但比如说 那我比如说 有些犯傻的时候 他也会跟我说 那他有些时候 我觉得你那个时候 我也会跟他说 对 但那个东西不是说 你必须要 而是就作为朋友一个 就我看到了 那可能你这样子 可能会为以后怎么怎么 那你能稍微收敛一点吗 或者是什么 但是你如果不收敛 那 这是朋友之间的嘛 对 这种爱嘛 对 那个就变成要求了 对 你比如说 我至少就能理解 就刚才坤说的这个 就是我初恋 我就能理解 就是 你看很多年之后 我听我们班同学 讲起这个女朋友 我才意识到 我连我们全班同学 都没有同学了解他 就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 那么当时爱的那种死去活来 实际上是爱的自己 自己的这个爱 不是 就是我爱 我在想着一个人 我爱我给他写的诗 我爱我给他送的花 我爱我给他说的早安和晚安 你明白吗 那个都是表象 但是他是不是那个人呢 好像都不重要 不是说不重要 是你没有认知这个范围 我觉得 那现在你觉得年龄见长 你的这个认知成熟了 我觉得会比较宽阔 对 对 比较宽阔 这个每个人的年龄 和对情感的认知 就是由窄到宽的一个过程 就你随着年龄增长 你肯定是越来越宽 越来越不狭隘 你能接受不爱 然后你包括感情的输出 我们说感情的输出 不算着常规说的 这种感情输出 就是比如我有一个家庭 我对另外一个人 也非常的好 不代表我背叛这个家庭 这个是个非常深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变化 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 我觉得是人类的三次革命 第三次重大革命 第一次是农业革命 我们摆脱了一种狩猎的局面 第二次是工业革命 让我们的生活速度加快 这次是信息加智能革命 信息革命以来 就是我们每个人接受的信息 远比上一代人要多的多的多 然后你所要处理的问题 要复杂的多的多 过去的人他夫妻之间非常单一 他为什么他就是一睁眼就这事 然后就是买菜做饭睡觉 就天天是这个 他感情他不会有更多的偏离 周圈的人就是邻居 邻居你多说两句话 都会有人指你后背 今天你社会不一样 你两人更不一样 每天这剧组一搭 一半以上你都没见过 对不对 你要跟这些人要生活 或者这个工作一段时间 那我们生活中天天遇到各种人 那么在这种人 这个在这种社会交往中呢 我们每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 都会跑偏 没有一个人一生中 每一步都是卖对的 我只是说我们生活中 每一步都是卖错了 只不过我下一步 能不能把我卖错 这个纠正过来而已 一个人能在这个社会成功 是纠错的能力比别人强而已 你没有什么先知先觉 吃一剑长一智 对对就是 我犯一错误 我现在会知道了 我知道救回来 我不能再犯这错误 人在一个地方犯两回 错误是比较笨的 但是马云你讲这事有意思 就是有时候人呢 我看你的书里还写 有时候人老犯同一个错误 我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很崩溃 很无奈 就是说 咱吃一剑长一智吧 但为什么我这辈子就老犯 同样的一个错误 这事物还是不够疼 如果真的够疼 可能下次你就不会说 我疼到已经就是 我不想再有这种情绪出现 你比如说 我永远 我永远犯的这个 就同样一个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坑 事先我都看到了 我也跟人都说了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我都听了别人的 从或者周围种种压力 就告诉我 你必须 行 好 我最后呢都没坚持 最后呢都掉在坑里 我就这个错误 一犯再犯 没关系 你现在的问题是 你掉在坑里以后来爬出来没有 你不是爬出来的吗 爬出来就没事了 那爬出来再跳进去 那没事 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疼足够疼了 变得成熟了 或者变得宽阔了 但是这个在外人眼里看起来 会不会有些事故了 或者甚至说 有些处理有些问题啊 没有像原来百分百的 把这个心捧出来给人 不会不会 开始有遮掩了 不会 我觉得人都是从复杂 假装自己真的热爱 到真的变成真的热爱 成长是会让我们到最后是真的爱 刚开始我们小时候 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我会注意他穿什么 我觉得他审美很好 也是我爱的一个世俗的一个富豪 完了他长得好不好看 他有这个 到最后是你爱的 那他跟的是什么 旁人都没有资格聊什么话 对对对 没办法理解 因为他爱 他到刚开始 我们世俗小朋友爱的那个东西 也是真爱 但是他在附着了很多理性的 他的需求 而到最后到老的时候 越长大 他爱的东西特别单一 单一爱到什么时候 单一就是你不需要存在 我只要想到你 我就已经很快乐 他也是一种爱 我觉得 他不会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之后的看山又是山 他每次到现在 我认为他爱的比以前更辽阔了 辽阔是什么 他不紧抓着 对 我觉得开始是这样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博爱 不是 他说 刚才说的一个观念很重要 叫疼 他说你没疼过 不是说没疼过 就是你 没那么疼过 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先告诉你 这个疼很有意思 我原来看过一个知识 原来我不懂 这知识说 生理的疼痛 生理的疼痛 对任何人都不是好指标 是吧 你突然一我胃疼 一会儿我这疼哪疼 都不是好指标吧 但是生理疼痛 是人生最重要的指标 你如果不疼痛 你就离死不远了 是的 你不疼痛 你比如 你倒的开水 你摸烫一下 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不知道烫 那你等他们都烫烂了 你都不知道 就有人疼痛消失 疼痛消失呢 他的生命呢 就随时可以丢掉 所以我觉得 你要引伸到 社会学角度上讲 疼痛是你人生 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 我不是有时候 有时候胃经轮吗 他疼 疼的时候就说不出话 我这算修行 我自个儿只能告诉我自己 度过这一关 他疼到一定程度 他突然就放松了 就没事了 然后你就跟正常人一样 但是他只要一经乱 你马上就疼到说不出话来 但我脑子不会不想啊 我脑子就想 我怎么要过这关 过这关 我就想修行的事 就我人生必须有这一个疼痛 我就忍着 一会儿过去了 你觉得疼痛对你的好处是什么 我觉得 修行 修行 我觉得那个是 比如说啊 就从我这个演员的角度 我觉得他真的 把我 帮我 去看到一些人物的成长 和人物 面对一些事情的 就真的反应 就我们上次说过 就关于这个 当下的那个 调动情绪 强刺激的那个 反应的那个 不同性 还有一个就是说 当你 就是说 我是已经疼到 因为那个感受 我不想再要了 就是 那个感受 我是 我不要再经历这一次 但我 我不知道我以后 是不是 不管是我人为的 还是 我的命运 要我去接受的 我不知道 但是 你回想起来 我所去经历过的 这些疼痛 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而不是说 你不会付出 或者是什么 而是比如说 我的缺陷在哪里 我对于 谈恋爱的这个缺陷在哪里 那我就不要去反应 因为那个疼痛 我已经不能接受 我已经不能接受了 就是你就是 比如说 就像那个变嘴好了 我现在连变嘴 我都不要 就那个黏腻的感觉 我太太不喜欢了 对 但是这一切又是 为什么 这个来源在哪呢 你知道 我现在有时候觉得 人跟人啊 真的是不同的 我们往往拿自己 去想象别人 但是 你比如说 像小训呢 我就感觉 我生活里 也见到有些人 要叫我说就是 每个人都是个能量团啊 你觉不觉得 有的人 就是欲望没有那么强 有的人 十点钟就困了 这就要睡觉 有的人 三天三夜不睡觉 跟年龄都无关 年轻人都熬不过呀 那 他这个能量啊 有的时候 比如说 要是用在感情上 我的天 那就是 你知道 我的周围朋友圈 就有些那个 我记得有个法国作家 就是说过 他跟一个女人的 这个感情啊 使点劲 使点劲 他得等会儿 就是说他跟一个女人的 这个感情 我觉得就说的 就是说 这俩人呢 闹了一辈子 就是没完没了 离了婚 又在一起 最后他有一句话说 我们就是彼此之间的 刀和伤口 就是 其实要让我觉得 就像咱们 你看有些这个艺术家 你会觉得 他不消停 他就要 就要世俗人讲 就是他强烈的爱 或者说就不能稳稳的 就这么待着 就是 我就觉得 你别看他身躯瘦小 他这个能量啊 能量极强 你觉得你算作吗 不算作 我觉得我不算作吧 我觉得用作来 可能 就是那个作的程度 是什么 但是我确实不是那么稳定 对 我不是一个稳定的能量场 但是你说我不稳定 我又有一个基础 其实我是挺冷静的 但是我百分之 九十 是 是这样子的 对 对 你觉得他能量比你强吗 你也挺狠的 不一定 差不多我觉得 对 就是我刚刚在想 你在说你说你 你觉得疼的都不行了 你过一段平和日子 你会怀念的 不不不 你一定会小确定 我们当然说再说 我跟你讲 就这个时候 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说 比如说我的 衰老 限制了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能量 就是因为 不是 因为我为什么 那个 不要这些东西了 因为他已经 就是说 人的那种求生欲啊 就是说 就是我 那个东西 如果再来 我估计 我是那种 直接就 趴那儿了 但是这个能量 就像我们说 我现在不可能 熬两天夜 对 我再去拍戏 老战士身体不行了 这是我做不到的事 对 我跟他相反 怎么说 我现在能熬夜 变弃拍戏了 对 他 他以前是早睡早起 我们完全相反 我们完全反了一个哥 我特别神奇 我现在不知道 对 随着你越老 你的教会越来越少的 好吗 不是睡 不是睡觉那个少 我27岁之前 也不吸 也不喝酒的 对 他跟我一起拍戏 去我房间 全是果人 我在房间里面 都在打坐那种 都不爱跟别人说话 我去找他 我说快 你冰箱有可乐吗 我打开冰箱 全是果人 他们玩 这隔壁我也不去的 我特别 就是声色那种 反正就是有点 就是故意避开 反正我觉得 我懒得交流 我是懒得 过了到现在 我也能喝酒 我并且 我以前也是 早起来要念经 打坐 做瑜伽 做一些热身 每 持续几十年 都是这样的 突然这两年 我跟小薰讲 我说小薰 我来了个新的东西了 他说怎么了 我说都不做了 这种形式 我不要了 我试试其他 我尝试了好长时间 晚上熬夜到两三点 没事 不止两三点 两三三四点 完了就我在 我在做一个观察 我在看 我到底在经历什么 就我现在还在做 这个阶段的观察 我早上起来 我就醒来这个 完了就以前的脑子 第一个念头 今天状态不好 我要装作好 不 我现在只要说 好累 好累又怎样 好累就这样 就起来了 就完全不跟你 那个劲儿相反 去了现场拍戏 就是累 比如这场戏 脑子看那个剧本 应该是这么演的 对不起 我去了现场的时候 我就是没劲 我觉得事实中 这个劲儿能不能演到 这个结果 会出现很多奇怪的关系 就不一样 就挺好的 体验 体验 我就 现在就 我就看 就是这巧 他们说巧妇 难为五米之水 那我觉得 谁管你 你一定要做好菜 就是我就有什么 我就拿什么 就是接受了吗 我接受 对 是吧 和解了 对对对 和解了 所以就成馅了 我没请一下 我还不行 但是你比如说 所以我说 就说是 咱们一般外人的很多问题 我就觉得呢 似乎呢 在你们身上 根本都不存在 你比方说 都知道 小薰身边 很多好朋友 这要是 有时候 你看我们组里就说 你们好成这样 真的 因为我了解你们 我就觉得 我不会在意 但是我也特能理解 就是外人说的 就说难道 这真不在意吗 这俩人好成这样 他们必须不在意啊 在意也没得是吗 不是 我们俩都已经这么好了 不是 问题是 他都看到我们 是什么状况 我们是怎么相处的 谁知道 有没看到的呢 不是 他就 他的朋友 跟我的朋友 从死党 我们是从两个死党 变成了四个死党 我们身边的朋友 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身边的朋友 几乎都是 一坨了 所以马云你觉得 这是个问题 就是好像有些 咱们觉得普通 吃个醋啊干嘛的 这些问题似乎不 不发生在 他们这样的人之间 他当然也有 他工作的特性演员 演员是一个 特殊的一个 社会阶层 因为你 你刚才就讲的 你不是你自己 你要演戏的时候 你要还是你自己 这个戏就没法演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被别人去看的话呢 他是按照 我们就传统的世俗 你仔细看 这个网上 所有的更帖 基本上都是按照 世俗的观点 去更帖 然后他不相信 男女之间 会有非常纯正的